那么多专家帮我们讲一些车订阅也好 或是共享车很吸引人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想要自己掌握一些东西 尤其像我跟爱大这种已经已婚的人来说话 你可以拥有跟自己掌握东西越来越少 你就想要有一台车可以自己开着它 掌握自己认真的方向 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想法的话 我来推荐这几款车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于这样子你可能一开始没有车 想要开始在买人生第一台车的时候 你可能是个驾驶新手 那驾驶新手你第一个想要买的是比较小的车 你可能比较好操控 那说到小车 我觉得现在CUV相当的推荐是因为 它不只有小车的尺碼 它可能有小车的长跟小车的宽 但是它有休旅车的高 不管是车顶高或者是离地高 开起来的适用性跟多元性都会更好一点 那我就推荐这四款CUV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推荐这四款车 那四款第一台是Nissan的Kicks 第二款是KIA的Starnik 第三款就是Skoda的Karmic 第四款就是马兹达CX30 那这四款车 我先跟大家做一些基本的分类 有些人会想要买国产车 有些人会想要买进口车 国产车代表就是这台Nissan的Kicks 那其他的三款都会是进口车型 再来是它的品牌身份 我们都知道Nissan跟马兹达它是日系车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日系车 那KIA的Starnik它是韩系车 有些人可能会对韩系车 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但不得不说 这几年的韩国车的整个品质来说 跟日系车比也好 跟欧系车比也好 都可以平起平坐 那最后呢 这个就是Skoda 就是欧洲车 就像他们主讲的嘛 你终究要开欧洲车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开 也就是说现在消费者 蛮多消费者对欧洲车 还是有一定的喜欢 或一定的向往 那这四款车 讲完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车身尺码 看起来都是隶属于CV的范围 其实都很相近 最短的是Starnik 大概四米一左右 最长的可能就是CX30 大概也大概只有四米 三左右 其实在都会开车来说 都是很好操控 但是这个车身尺码 会影响到一些什么 比如说后箱的空间 比如说后座的空间 不得不说 这四款车在实际乘坐来说 Starnik的后座空间 相对比较小一点 而且它的后箱的容积 也是四款车中 唯一没有超过四百公升的 好 那我们说CX30 它是这里面 四台车里面 车身尺码最长 但是它的后箱空间 却是Nissan Kix 反而是第一名的 如果你常要载东西的话 你觉得后座 后箱的空间 使用很重要的话 Kix可能会是 你比较好的选择 那后座的空间呢 后座的空间 好像是Karmic 对不对 没错 像Karmic来说 或者是Kix 其实我觉得Karmic 是最值得推荐 所以它的后座空间 真的很出色 而且有人讲到后座的空间 舒服以外 我还要什么 后座出风口嘛 我觉得后面 尤其是台湾这么热的天气 那如果讲到后座出风口 很抱歉之后 下面这两台车有 所以Kix跟Stanik 后座是没有出风口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好 除此之外 我们讲一下动力 其实动力也有不同的编程 以Kix来说 它是自然进气 是1.5升的自然进气 汽油引擎 那Stanik就两种选择 一个排气量比较小 是1.0升 不过它是涡轮增压 所以它的排气 它的表现 动力表现会比较好 自然进气 就是1.4升的表现 那Comic来说 它就会1.0跟1.5升 两种都是涡轮增压的汽油引擎 马斯达的CX-30 它相对比较简单 一种动力编程 2.0升的自然进气 NA的引擎 你也发现 这四款车 大家都是1.0 只有这一款车 它是2.0 它的税金负担会比较重 它的油耗表现会比较高 说到油耗表现 最省油的 应该就是Stanik的1.0的版本 所以除此之外 这可能是一般 像这些族群 可能是比较 技术比较不好 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这基本的组备安全都不错 但是如果你要讲到 我们大家最重视的 A-DOS系统的话 Stanik是全 这四台车中 唯一这个车系里面 都有Level 2的表现 它也有Stanik以外 Comic CX-30都有ACC 或是车道维持 或车道警示都有 唯一没有就是Kick 3 没有ACC 不过我相信它有车边的警示 对 它有车边的警示 不过它也快改款 如果你现在称便宜的话 现在可能是一个 入手的好时机 这四款车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在这个CUV的急剧 除了这四款车的选择之外 大家不要忘了 还有Kiondei的Kona 而且Kiondei的Kona 近期它也推出了 相当帅气的N-Line的造型 所以再加上马力 以及在N部门的调教之下 实力真的相当不错 没错 刚刚其实有讲到 韩国品牌 那你知道如果是 以今年上半年的 CUV的销售表现来说 其实现代的Venu 已经可以挤进前五名 表现比HRV还要更好 但是刚刚讲 小月讲的那些车 以及包含我讲的Venu 其实都比较以机能性 空间直接的诉求为主 它车的比较小 对 但是如果你讲到 现代的另外一台车 也可以算是 这个Starnik的双身车 也就是Kona 我觉得大家对它的印象 空间就比较还好 机能性比较还好 但是底盘 操控的表现等等 运动化的方向 印象就很深 那其实这一次的小改款 在台湾已经正式上市 包含它的整体的车系配备 都有一点点调整 但是就如冠宜刚刚所说的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他们把N这个品牌 导入到台湾 也就是现代的新人化的部门 那这次的N brand 先导入的是Kona的N line 在它的最顶规的一个车型 那先跟大家讲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实惠的价格 就是它把中间的这个进化型 就是没有N的 进化型你现在加一万块 就可以升到N line顶规的 这么划算 N line原价好像是99.9 所以就大概有 两三万块的一个价差 就还不错 那其实在最顶规的车型呢 当然亮点还是它整体 N line的整个套件 外观再到内装 甚至我觉得连轮圈车高等等 看上去跑个 真的就是比较重一些些 那在刚刚讲的那些 配备的部分 因为毕竟跟小叶刚刚聊到的车型 定价的价位有一点不一样 那其实这一次在 例如安全的部分 进化型以上像什么 全速域的ACC 车道维持盲点什么的 Smart Sense 就等于已经是 全部完整全部都有 那甚至连驾驶模式的切换 无线的Apple CarPlay 无线充电 通通都在这一台车上面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 它的同级的对手来讲 可能会是 例如Toyota GR Sport的CHR 这种车型 台湾也还没有 所以对于如果你想要 这种性能执品牌 配备好价格不要太高的车的话 其实以COV来说 它的选择真的其实还蛮不错 除了刚才讲到的 云北的Kona N-Line之外 当然这两款车 福特 Focus的Active 还有Volkswagen的T-Rock 也可能会在你的选择名单之内 我们帮大家来比较看看 如果你喜欢这种运动化的COV 到底这三款车 有哪一些各自的特色 好 我刚才介绍 那四款COV比较偏向驾驶新手 那这三款我觉得比较偏向 你已经有一定的驾驶机 而且你很喜欢开车 对于驾驭乐趣 有一定要求 我介绍这三款车 那我们都知道 关于现在很流行一个字叫什么 微解封 微加班 对不对 来 我把这三款车都加一个微字 我一个一个帮大家介绍 中间这台开始好 因为毕竟它是里面的 比较特别的国产车 它叫做微修旅 我们都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先备车的基础 但是它导入一些修旅的概念 比如说它有车顶架 它有些防刮材质 或车顶架高了 让你开起来的感觉 或者是你开起来的方式 你可以比较类似修旅车 可以开到比较多不同的道路 那这台车 微修旅的这个Focus 的Active 它用的是1.5升的涡轮增压 搭配的是八速手指 你不要看只是微修旅 我刚才说驾驭乐趣很重要 所以它高达了182匹的最大马力 24.5公斤的最大马力 不过毕竟它是以Focus为基础 所以它是采用前轮驱动的设定 那它的油耗表现 一公升可以跑16.4 那也是这三款中 唯一车价不用超过90万 这个大家计格 Focus它是这个Active 它是微修旅 那Kona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就是个微钢炮 因为刚才像智希说 它有最高规的是Kona N-Line这个车型 我就直接以N-Line这个版本来说好了 1.6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7速的双离合器手指板 可以去榨出将近200匹 190%的最大马力 其实表现相当的 扭力也很好 27公斤 而且这个时候这台车 它发表说我们当初是在赛道上去体验 确实整个操控性表现相当的棒 所以我说它叫它是微钢炮 其实是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它的售价大概是百万左右 这个给大家参考 不过它确实是比FocusActive 稍微高一点 那最高这个T-Rug 我们叫它微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很适合叫做微GTI 对不对 因为它的整个动力的设定变成 跟以前我们熟悉的GTI其实相当近似 不管是底盘 或者是使用的引擎或变速箱 你看2.0升的涡轮增压 汽油引擎 搭配的是7速双离合器自首盘 可以输出190匹的最大马力 32.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扭力是里面最大 所以它搭配的是四轮驱动的版本 所以四轮驱动 让你可以开的时候 你可以行路性更多远 有些比较好的脱困能力 那平均油耗当然是因为它整个动力 加上四轮驱动的设定 平均油耗会比较不好 一公升可以跑12.9公里 它也是里面三款车中价格最高的 它将近到130万 这也是这三款车的特性 给大家参考一下 除了刚才小叶带给大家 这三款的CUV之外 在明年还有一款重量级的CUV 将投入市场了 那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HONDA的HRV 艾达 这个HRV在明年上市之后 它有没有办法来分担一下 它稍微它的这个CRV老大哥 在整个扛起整个汽车品牌 等的品牌的这个销售量的压力呢 其实我们这样看 因为这个HONDA的这个CRV跟HRV 它共用产线 所以其实当CRV在打仗的时候呢 HRV势必得让出一点点这个产能 来给CRV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第二个呢 其实HRV一直以来也是这个HONDA 当家的休旅二哥 对 休旅二哥 因为它是属于CUV 跨界休旅的这个急剧 可是从今年六月份的销售 我看到来说的话 就大家也都知道 HRV即将要借零改款上市了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旧款的HRV 稍稍的有一点点丧失的兴趣 所以我们从六月份的这个销售 可以看到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月都没有办法做销售的行为 那甚至它在HONDA的展间 莱克苏已经销整了50%以上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 不过冠宜刚刚问到一个问题很有趣 就是新的HRV能不能够扛起来 未来撑起品牌 稍微分担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超级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绕回来先看一下 本来 本来 今年应该就是九月开始 就要有新的FIT 因为我们知道FIT跟HRV 基本上是同一个BASIC的架构 去做一个是掀背 一个是跨界休旅的一个这个概念 那当然FIT会先上市 目前现在预接单的价格 已经是往上升的 而且同时出现了什么 油店 对不对 出现了油店 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目前现在展间预接单的状况 很多人说嫌它价格高 可是都是买顶级油店的 反而比例上来说 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说闲货才是买货的人 价格我想不是问题 而是端出什么样的牛肉 才是重点 那当然你可以从FIT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HRV 未来它的一个这个走向 不过我觉得 预计是要在明年 明年才会导入这个新的这个HRV 但是从今年 因为疫情的状况之下 本来我们已经要去 媒体要去预拍 预赏 这个新的FIT 对不对 结果又因为疫情 又延后了这个时间点 所以还有待观察 那至于说这个 能不能够帮品牌 带来更好的一个销售数量 我觉得因为六月的一个打击 其实CRV应该要好好振作一下 其实我们也真的蛮期待 这些新车的赶快上市 让大家有一些新的刺激 那可是在HONDA的旗下 大家会发现 还有另外一个的汽车 销售非常的棒 那就是Odyssey 它不只预接单 还有现在也都卖得很好 在台湾这么受到欢迎 可是为什么听说日本 准备要停产 其实我们应该来看 如果只看台湾市场的话 Odyssey在5米以内 当然是非常划算的一台MPV 而且MPV这个 如果以全世界什么东西卖得好 应该在5米以上的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像Alpha这种豪华型的 或Sienna这种大型的MPV 那如果是5米以内的话 其实这个市场是被欧洲的商旅车 全部占据了 不管你是Sharon 还有福斯的 或者是Blingo这种车 或福特的这个Turino Connect 这种车是属于欧洲的 所以5米以内已经被欧洲这种商旅车 的份额占据 那5米以上的才是大型MPV 或豪华MPV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像Odyssey 目前它的尺寸 刚好就是卡在5米以内 那在台湾真的是非常 但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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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